大家好 穿著亮眼桃紅色上衣 和牛仔褲 柯真來到國民黨高雄市黨部 未來的競選辦公室就在這裡 柯真已經找好了租屋處 位在古山區 戶籍將會簽到舅舅家 柯真臉書發文PO照 拉著一個行李箱 說要用誠意 努力和認真 感動每一個高雄人 第一個證件 拋出來的是反霸凌 馬上遭到市議員黃傑吐槽 記者會現場柯真身邊分別是 黨部主委許福明 副主委 曹歡榮和立委吳一丁 辦公室主任 其中 潮歡榮會負責柯真的行程 和地方拜訪 競選團隊大多會以眾高雄黨部 以在地的人才為優先 那台北下來的人純粹就是在空戰的部分裡面 前高雄副長葉匡時也會在選舉 政策中提供意見 但沒有打算掛任何職務 另外柯真還會在星期日 和前立法院長王金平見面 跟王院長過去溝通的經驗裡面 大家大概是閒聊占百分之八十吧 所以至於要談些什麼就且戰且走了 柯真的選戰策略 除了上節目打空戰 和在高雄拜會地方右腳 更重要的是要趕快提出證件 距離投票只剩下不到五個月 看起來時間很緊迫 三線諸位達和陣風高雄報導